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秘书 为了让自己的领导能败倒在自己的脚下 他使出了各种手段 不仅每天都抓住工作中的一切机会 给领导展示自己的优点 更是无视男女受受不侵的界限 主动拉近与领导的距离 其贴心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普通妻子 而他这种罕见状态 把和他相恋了十年的男友都看傻了 男友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个和自己相处了十年的母老虎 怎么就成了喜洋洋了 而能让女孩有如此转变的 不是别人而是权利 原来当得知自己的新领导 是韩国最年轻的议员 有可能竞选韩国未来的总统时 女孩毫不犹豫地决定 一定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 跨越阶层的机会 但他也很清楚 如果光靠着工作中的体贴入微 最多算一个保姆 要想彻底地拿下这个领导的心 就必须走进他的心里 于是他看准机会 只要领导在工作有任何的不顺 或是受到了财阀欺负的时候 他就会第一时间 化身成领导百年难遇的红颜之己 把世上醉鸡汤的赞美送给他 听到这话 领导的心彻底地乱了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漂亮 又善解人意的红颜之己 又想着自己家里的 那个更年期的母老虎 他这才体会到了 什么叫造物弄人 此时的他真想破一下色解 但碍于有可能影响到 自己在选民中的形象 他也只好忍了下来 可天天有这么个 红颜之己陪在身边 换做事谁也不可能忍住啊 这不 在一场和财阀政客酒局上 本应该为这场让自己 拳钱同时丰收的酒局 而高兴的领导 却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 当他下意识地 看向了一旁的秘书时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缺了一个你啊 就这样 这个小小的秘书 彻底地跨越了阶级 让未来的韩国总统 败倒在了自己的群下 你早就该拒绝我